在一名理性嫌犯入网后 这个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攻击原警 他说是因为枪支走火否认袭警 其实43岁的理性嫌犯是一名更生人 曾经入肩服刑 在监狱的时候还跟随国宝级大师学书法 在刑期结束之后 一边当厨师一边练书法 还办过好几次展览 没想到这回疑似因为感情纠纷 持枪恐吓再度被逮 为什么要攻击警察 我们也要攻击警察 理性嫌犯公称没有要攻击警察 不过还是纏臣远警受伤 他在23号时持枪到台中一中商圈 服饰店向女友的王姓前夫恐吓 但没走斗人 警方获报后介入调查 没想到狭路相逢 遇上嫌犯拉扯中枪支走火 纏臣两名远警受伤 理性嫌犯趁机落跑 不过还是被逮了回来 这些主年啊 都那里面就暗时才有出去 就是白天都在里面 晚上才出去 43岁的理性嫌犯南投普里人 目前居住在和美一处私人公庙 提供的地方 他国小毕业有多项前科 曾经入狱服刑 不过服刑期间 跟随国宝级大师学习书法 新旗结束后 一边从事处事工作 闲暇之余练书法 不但经常开直播写书法 甚至办过好几次展览 原本以为他能脱胎换骨 成为书法大师 但没想到还是走上回头路 让人不声唏嘘 记得台中张话综合报导